费城实验也称作彩虹实验 是1943年10月28号 美军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进行的一个秘密实验 传说这个实验把美国护卫驱逐舰埃尔德里奇号 直接从费城超时空传送了479公里到了纽约 关于这个实验的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 因为美国军方一直都否认这件事情的存在 但是美国民间还是有很多人相信这件事情的 甚至有这么个小伙 迈克·马库姆还宣称自己复刻出了费城实验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一个复刻费城实验的人 大家好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兵的阿部主 旁边是时空穿越这个小圈 大家好 迈克·马库姆是一个电气工程学的学生 自己平时还是个业余发明家 9号动手做点小玩意儿 就是那种拆家的人 他们家的后院里堆满了各种自己拆开的家用电器 什么旧电视 破收音机 CD播放器等等东西 都被他拆了 取零件出来做东西 1995年的时候 迈克·马库姆想做一个雅各布天梯 所谓雅各布天梯 就是两根金属枝 下面斩 上面宽 下面用电极来连接起来 这个东西能产生沿着金属枝线上爬的电弧 电弧会在金属枝末端产生 到顶端就消失了 马库姆其实想改进这个设备 制造一个电弧不会消失的雅各布天梯 马库姆首先就想电弧消失会不会是因为自己电压不够 所以电弧就消失了 所以就拿起手边的材料制造一个变压器 这个变压器可牛逼了 能够将美国120伏的电压提高到2万伏 之前对人还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 还能活下来 2万伏就直接击窗 直接没了 然后就使用更粗的金属杆来作为导体开始实验 马库姆就发现一开电 电弧是能产生的 但是电弧还是会像以前一样消失 所以他就开始观察这个设备 他发现杆子中间的空气因为被电离了 所以才形成了电弧 电弧从最靠近的点开始产生 随着电弧加热周围的空气 空气密度降低 所以电弧就会沿着导线线上升 最后到最高点消失 马库姆就决定用激光来加热周围的空气 增加金属杆周围的温度 让电弧保持在原来的位置 它是不是就不会消失呢 于是他就从一个CD机上面拆下一些激光发射器 连接到自制的变压器上 开始实验 迈克经过几次实验后发现 这下连电弧都不会产生了 当马库姆准备放弃的时候 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两个金属杆的扇翻空气中 其实产生了一个若隐若现的扭曲的球体 他觉得这个扭曲的球体很奇怪 不像是我们平常看到那种空气 因为加热产生的这种扭曲 而现在是空间产生的扭曲 它虽然是几乎是隐形的 但是还是能被特意细心的留意观察到 所以马库姆就好奇地先向那个地方扔了一枚螺丝 他首先要确定那个是不是热量产生的那种热空气上升的效应 对吧 如果是热空气产生效应 那个螺丝就应该穿过那个地方 掉到桌子对面去 但是不是 螺丝消失了 消失了 几秒钟之后又出现在整个专制吸手边机密意外的地方 那那个螺丝有没有被袖拾的痕迹 没有 然后他又拿那个螺帽又重复了这么几次实验 每一次都能得到相同的结果 只过了这么几分钟机器就过代了 机关器和他其他的全部组件全部烧毁了 但尽管如此 马库姆他还是非常兴奋 他知道他自己创造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所以他就决定重建这个机器 而且他野心非常大 他想建一个更大的机器 为了做到这一点 他就需要更大的电源 他计算了一下 他如果想做一个大概半米这么大的机器 他可能要将电压提升到5万伏 但是很明显 要提高到这么大的电压 凭他手工船上肯定船不出来的 他肯定要找一个正儿八经的这种变压器才可能 而且5万伏这种变压器肯定是工业级别的 非常非常贵 根本不是马库姆这个穷发明家能够买得起的 于是马库姆就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去偷 他知道附近有几个工业级变压器 就放在密苏里州京市电力公司的变电站里面闲置着 于是他就叫来几个好哥们 白天直接开着皮卡车前往变电站 然后把变压器搬上车 大摇大摆的把变压器偷走了 这个变电站的安保措施也堪忧啊 相当堪忧 几周后马库姆就把更大的机器组装完成了 变压器也接入电网了 很兴奋 我造了个这么大的东西 新的机关器安装到位了 导体也换成了一米长的金属杆 抽扇炸刀 然后一片火花在上面 变压器报废了吗 变压器没有报废 整个镇子都陷入了一片黑暗 整体短路 对 全镇子都熄火了 就是他首先看到的 其实是整个房子陷入了黑暗 然后他打开门发现 不 整个镇子都陷入了黑暗 它导致了整个镇子的电力供应中断 经过一 但是他也不管嘛 反正这事也不关他啥事对吧 经过一系列的修理和调整后 马库姆又让这个机器正常运转 而且这次不会导致整个小镇停电 机器正常运转起来 产生了一个直径将近半米大的扭曲涡旋能量差 迈克就尝试将身边的物体投入那个漩涡中 但这一次物体再也不会在几米外出现 而是直接完全消失了 可能是几百米外出现 有可能 它能量越大可能就会越远 因为它可能空间扭曲的就越大 马库姆是兴奋极了 他觉得他至少制造了一个门 虽然那个东西可能再也找不回来了 但是至少有东西能穿过去 这个时候就想扩大自己的实验范围 想把更大的一些东西投入进去 就在他决定把自己的坐下的那个沙发投进那个扭曲场的时候 他听见了敲门声 他的邻居报案了 首先他的邻居看到他搬了一堆东西 然后还发现他导致了全镇的停电 于是直接就打电话给警察 警察来一看 很快就将马库姆与电力公司失窃案联系起来了 结果马库姆就因为偷窃变压器和非法用电被判 入狱60天 在监狱里马库姆也没闲着 他一直在思索如何提高自己的机器的效率 但是他发现他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实现 因为毕竟穷嘛 变压器都要偷对不对 他从监狱出来以后 如果他再想通过合法途径找到这么一个变压器 他可能要打十年功 他觉得这件事就已经进行不下去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事情发生了转机 马库姆的这个故事被美国那些媒体报道了 但是还没有自媒体和这些网络视频网站 是被一个广播台还有一些本地报纸报道的 报道标题是 康萨斯城男子试图在门栏上建造石关机 一看这些人就是老标题的 很多吃花群众就开始主动联系马库姆 有的人想向他提供工作机会 让他筹钱 有的人想直接给他捐赠一个别压器 甚至有的人直接想提供资金支持 帮助他建造一个更大的机器 这些支持为马库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机会 让他的梦想冲让 有了钱以后迈克马库姆在康萨斯州 欧弗兰帕克的一个仓库里建立起了他的实验中心 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 他终于完成了一个更新更大 高度升级的机器 这次马库姆使用了一个7万伏的变压器 有钱就是不一样 而且还在一些玩友的见义下改进了这个设备 他使用一个可以旋转的环形磁铁来控制机器产生的 使得整个机器更稳定更好控制 于是马库姆又开始了他的投范实验 他产生了蜗环以后 一开始还是用一些小东西 比如说木块 半球 这些东西进行测试 把他们投到漩涡里 一开始这些东西也是消失不见了 但是他不是造了一个磁场可以控制那个蜗环吗 他经过调整那些磁场以后 发现那些东西出现的地点是可以控制的 经过观察和详细的计算 他设定了一组数值 让那些物体投入蜗环以后 大约两分钟以后又出现 出现的范围大概是这个机器以吸50到150码的范围内 马库姆就猜测 这个蜗环的能量大小 可以直接控制物体消失出后出现的地方 位移啊 就是为什么它会出现在以吸150码的地方 或者100码的地方 可能是跟地球自转和地球的磁场相关 就是说本来它在这个地方啪消失了 我们地球在自转 是吧 它还是出现在原来的它消失的那个空间点上 只不过因为我们地球自转以后 机器跟着地球转过了 所以它出现在哪 马库姆就觉得这个操作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为啥 那些东西怎么进去就怎么出来的 据说在这个实验中 有15个人亲眼见证了这些实验 亲眼见证到马库姆把一个棒球投进漩涡以后 在150码的地方掉出来 在一系列实验成功之后 马库姆就开始把一些小动物 比如说老鼠 餐鼠 豚鼠 扔进那个漩涡里面进行测试 它还把自己养的一只猫扔进去过 这个主人真是贴心的 这些生命最后都还是安全的回来了 而且变化不大 只能说是变化不大 这种跨越从无机体到有机体的实验就证明 这个机器完全可以把一个活体传送到别的地方 所以马库姆在进行了大概200次这种实验后 他觉得是时候把自己变成一个实验品 于是他决定做出一个最终的实验测试 亲自穿越欧流 在第201次实验的时候 马库姆站在了斡旋前面 深吸一口气 跳了进去 一到白光之后 它就消失了 是彻底的消失了 就是旁边有观察者吗 不知道 那一到白光是谁看到的 他自己说的 他自己还回来了 回来了 但是实验并没有像马库姆运送的那样 它出现在了机器西边大约10米的草地上 而是经过6个月后 马库姆仍然杳无音讯 一环两年之后 马库姆再次出现了 在哪里出现了 他这次出现的地方 是在之前采访过马库姆的记者 阿特贝尔的广播节目 《海岸到海岸》里 他出现了 他上了这个节目 但是不知道他从哪里 回到我们这个世界了 他自己讲述了 他为啥要上这个节目 他其实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他为啥消失了两年半 他这两年半经历了啥 他说他在走进漩涡之后 就晕过去了 但是当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全裸的躺在田野中 头疼于力 完全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到达那个地方 他在原地待坐了一段时间后 才逐渐逐渐恢复意识和记忆 他才想起来 我叫麦克马库姆 我之前跳进了一个漩涡 关键是啥 此时他身无分文 而且深山的衣服都没了 他是裸着出现的 不知道是被抢了 还是那些东西没了 是吧 裸着出现了 连条内裤都没有 他只能前往流量汉之家寻求帮助 在那里他才知道 自己突然之间就来到了两年后的未来 并且还出现在了俄亥俄州 西西纳提郊区的费尔费德 这个地方距离坎萨斯州 欧夫兰帕克他自己那个仓库 震东800英里的地方 这次不是震西了 这震东800英里的地方 但是他很绝望 没办法 身无分文 也没有ID 也没有这些东西 他只能是通过打零食工 来凑足自己回家的路费 又回到了欧夫兰帕克的仓库 但是两年时间过去了 他到达仓库的时候 仓库早就空无一物了 他的设备 记录 笔记都不见了 他一打听发现 这些东西其实早就被他投资了 因为觉得诈骗 把这些东西拆了卖了 仓库也早就租给了别人 只是那些人还没用而已 所以他又找到了 他采访过自己的记者 又来上他的节目 就是为了给他自己证明说 我没有逃跑 我其实是在实验的 我实验中遭受了事故 放心 我没有跑 但是他确实公布了 他自己的那些什么玩税证明 所以那些投资者再次相信了他 他还在节目上表示 虽然他的那些之前的设备 记录 笔记都被你们卖了 但是不用担心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我知道那个设备再怎么造起来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可以再给我投资 我会再重建它 放心吧 我不会跑的 在节目里 阿特还建议马库姆去寻找一些科研机构 进行合作 或者政府机构合作 因为你这样嘛 就有一个比较正规的实验流程 就不会再产生这种 自己进去了 然后啥这见证都没有的情况 对吧 他还是有这样的建议的 但是马库姆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他还是决定自己研究自己的研究项目 他当时给出的理由是 他害怕资本这种介入以后 特别是一些正规的研究机构介入 会影响他的实验流程 一年以后 他又完成了自己的时光机 在这一年的建设过程中 马库姆还会时不时的继续上 阿特贝尔的广播节目 分享自己的工作 吸引大量的粉丝关注 这个也是他当时 也就是在1997年的时候 筹钱的一个重要途径了 他现在不像现在 我们发个微博 发个什么 现在一个什么没有 在他的实验中 马库姆发现 以特定的方式制造一个金属容器 就可以连同金属容器内部的物品 一起安全的通过窝旋 上一次 马库姆出来是全裸的嘛 衣服啥子都没有了 连条内裤都没给他剩 我在想可能某个人在街上走着 突然他内裤打他脸上 有可能 有可能的 其实就是有的这种 开玩笑式的猜测 就是说你这个实验 可能跟物体的重量有关系 大小体积有关系 这次他发现制造一个金属桶 保存物品的操作以后 他就决定 我要再做一次旅行实验 这次就用金属桶 把自己也包裹起来 在金属桶里面 他还为了反指出现 上一次那种记忆力衰退 然后重要物品丢失 然后连钱都没有裸体奔跑的情况 裸奔的情况 他决定带一些重要物品 比如说自己的ID 他还决定带一台手机 还有一些零钱和一些自救物品 但是这条消息 也是他最后一次 与外界联系的消息 之后 迈克马库姆又再次消失了 记者阿特贝尔 其实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 马库姆的一个项目 因为这个项目 也给马特贝尔带来了大量的流量 但是当听说马库姆再次消失的时候 阿特贝尔感到非常失望 他立即赶到了马库姆的实验室 发现东西在 人又没了 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不确定自己 到底是不是真的又被骗了 所以阿特贝尔只能对外宣称 马库姆因为实验 再次失踪了 不过就在几个月以后 在自己的管播中 阿特贝尔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 打电话的人 宣称自己发现了一篇 1930年的报纸 这个报纸里有一段描述 描述说 有人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金属筒 筒内有一个溺水的男子 身上有一些奇怪的纸片 纸片上的内容已经无法辨认了 在溺水的男子的一份内侧 还发现了一个无人能解释的小矩形专制 记住这是1930年 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啊 这个人呢 因为无法被确认身份 所以被命名为约翰多一 打电话来给阿特贝尔的这个人 确定的说 这个约翰就一定是迈克马库姆 迈克马库姆可能因为他制造这个新的专制 时间履行到了1930年 然后把自己给淹死 但其实整个事情 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疑点 就包括你刚才说的一个事情 你做实验就不找个助手吗 对 要做一个这种人体实验了 而且你都拿自己干 自己做实验 你也不在旁边找个助手来搬你一下 对 有个观察者 你有个观察者 第二个问题 刚才我们所说的所有事情 其实大部分内容都来自阿特贝尔的广播节目 阿特贝尔的广播节目 有一部分是阿特贝尔采访迈克马库姆的时间 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点 这个会不会是阿特贝尔为了给自己的节目 拉流量而杜撰的一个故事呢 因为在新闻采访包括一些这种案件调查里面 有一个理论叫做单一故事线的理论 就是说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描述 不同的人对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的描述会有偏差 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 站的立场不同 哪怕对同一件事情所观察的角度都不同 所以对一件事情的描述多多少少都会偏差的 但是在这个事情上 无论是广播节目里的内容 还是后来博客里面的内容 还是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内容 整个故事的所有发展过程 发展细节都出奇的一致 就不存在那种不同的人 不同的角度 描述不同的时间点 描述同一件事出现的那种差异性 完全一样 就好像所有人都在背书一样 就是背中一个小说情节的一样 这就是一种单一来源 或者单一故事线 其实一般来说 存在这种单一故事线的情况 就是有问题的 这件事情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整个事情 更多的可能只能单个故事听 就当老客今天讲了一个不靠主的故事给大家了 其实你正常来讲 真的去做实验了 而且要忽悠更多的人来投资 对吧 我肯定是找两个DV 买个DV 在那录下来 录下来后 我到电视台去播 到哪去 遇到一个有钱人 比如说比尔盖茨 你有钱人 你看我这个实验 你看你这实验 你要不要投资我 你要不要投资我是吧 说不定我更有钱了 对吧 而且就算我不见了 我穿越了 然后来找我的人 也能看到DV里面拍的东西 DV到时间或者没电自动就断了 对大家会录下来 但是会录下来 对啊 存下来 你看我这个东西投进去 你看在那边出现了 你看我的视频记录的好好的 是吧 你要不要来亲自看看 你说我忽悠十个这种有钱人 总有一个人亲眼来看 在他面前亲眼做一次实验 比如说啊 这什么巴菲特啊 比尔盖茨啊这种人 投你个十几英文 你不就把稳了 把稳了 对 而且这个东西 对于未来的生产利益 也是有帮助的 是啊 你只要能找到那个快递 什么快递 你调整好磁场方向 打人家脑袋 对 那边丢进去 这边就到家了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我这种说法了吗 很快就被人打脸了 其实也有美国的网友说为什么他不敢这么做 原因是呢 美国其实一直不相信他们的政府 他们觉得如果比如说马库姆真的拍了这个东西 而且这个录像带流出去了 马库姆人就消失了 就和现在一样 马库姆人就消失了 就像那个什么 我们之前讲的那个雪山上的巨人 是 那个男子一样 人就消失了 同时他为啥不愿意去找政府 找这些科研机构 也是处于自身安全的考虑 对 但是有个观察者 或者搞个TV 还是 有必要的 有必要的 至少这个观察者他信任的人 对吧 即使他不见了 这些信任的人可以把这些资料保存起来 对 以后在可能几十年后合适的时候再公布 是啊 对吧 对 其实这个故事中唯一值得我们去点赞的 其实迈克马库姆的那种勇气和创造力 他的冒险精神和对未知的探索 是值得我们去点赞的 对 至少他真的敢自己跳舞旋 对 然后发现自己裸着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 请不吝点赞收藏关注 请不吝点赞收藏关注